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我们节目 点赞留言打赏 对老杨私房茶有兴趣的朋友 到网址里面了解一下 欢迎选购 谢谢理解 谢谢支持 茶的确不错 而且呢 听说喝茶喝多了 对抗疫防疫有点好处 到底是上不封顶 下不设限 让中国处于目前的进退两难 还是中国再度处于 美俄两难的抉择呢 西方的舆论近期集中探讨 在俄乌战争中 中国的较早之前 与俄罗斯的准结盟的关系 也就是中俄联合声明之后 中国的外交当局 不断的谈到了 上不封顶下不设限 合作无尽区 现在是否在处于一种 关键时刻 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 那么各种分析观点的集中 在中国下一步将会怎么办 尤其是习近平跟德国总理 跟法国总统峰会之后 先介绍一下昨天 韦达在新加坡联合早报 写了一篇文章 他认为今天当下的中国的两难 是再度面临美俄两难 韦达特别提到 提醒大家注意 中苏关系的因见不远 从六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 苏联曾在中苏和中盟边界 部署重兵 摆出一户随时入庆的态势 也迫使中方加大了 北方的防疫体系 深挖洞广激良 加强三线建设 解冻中美关系 以制衡苏联的威胁 他提醒大家注意 当时苏联对中国的威胁 是实实在在 绝不存在中国主动的挑衅 或者中国不断指责 苏联成名百万 苏联威胁 反而是在散动战争的情况 这常言道 以己所不欲 恶需以人 如今中国对乌克兰战争的立场 其实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从宏观历史背景来看 自1911年辛亥革命 中国步入现代以来 整个中国的近现代史的 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过程 其实一直受到 美国 俄国 两大模式的牵引 或者说 游走于美俄两个 两大的政治经济 文化体系之间 也就是中国的近现代 历史上的发展 经常所面对的 美俄两难的状况 早期 孙中山模仿 仿效英国 美国 走向共和 但后来又采取了 联络农共辅助 工农的政策 发起了北伐战争 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 执政以后 恢复了亲和欧美的方针 迎来了 民国大发展的首个 黄金十年 1932年 中国当时的国民生产 总值和粮食总产量 一时是个很长一段时间 没有办法打破的历史记录 1949年之后 新政权采取的是 苏联的一面倒的国策 推动了国家的基础工业化 转型 但是意识形态越来越极左 60年代起 中苏关系走向破裂 中国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1979年起 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 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 随着中美关系不断克服波折分歧 加强合作互利 中国的现代化发展 也不断迈上新的台阶 而苏联社会的变得 越来越没有办法自洽 终于在1991年寿终正寝 而之后 中俄的国家关系也逐步恢复正常化 到2018年起 中美关系发生逆转 迄今不断走向恶化 中俄关系在似乎蜜月重现 尽管当今俄罗斯的综合国力指标 已经下降为世界恶流的水准 关于中国在过去110年间 面对美额两难所表现的众多事事非非 实践已经给出了清晰的鉴定和评判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客观标准 中国的老一辈的政治家 邓小平就曾经说 以美国关系好的国家都富裕发展起来料 目前俄罗斯和普京还抱着沙皇 开疆拓土的旧地缘政治思维和模式不放 四国的欧洲恢复当年冷战时期的地缘版图的格局 这首先就不得不得不到乌克兰和乌克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 中国曾经是老沙皇帝国主义的最大的受害者 也曾经是社会帝国主义最大的被威胁的对象 而当年中国为了老沙尔的帝国的扩张 中国沦桑的领土领海 相当于11个台湾以及海域的面积的范围 几百万平方公里 伟达说 从现实来看 乌克兰一旦战乱不休 将对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严重的不利 或破坏中国不少核心的技术引进 尤其是军工技术的引进学习 他特别提到了中国现在服役的辽宁号 当年是乌克兰黑海造船长的 88年建造下海的瓦良格号引进改装而来 当然还有很多 现在某些观点认为普京在欧洲折腾 战略上可以分散美国欧洲的注意力 长期会有利于中国的发展 伟达提醒 事实上冷战前35年 除了朝鲜战争之外 美国和苏联都没有把主要的压力朝向中国 但中国却让自己走进了死胡同 最后不得不搞改革开放 美国2001年911事件后 忙以反恐 中国的闷声发大财 发展切实受益 他这切实表明 最终还是取决于中国自己的策略 是不是明智而有效 最后他讲了一个很含蓄的一句话 真正要走出美俄两难 在新的世纪 新的历史的时期 百年会有之大变局的当下 中国首先必须夸越自身的两难 他没有明确讲这两难是什么 但是大家都明白是什么 第一 目前是不是为时已晚 或者为时未晚 也是中国的扮演调停人 卧选者的角色 显示国际社会正在关注 下一步中国在俄乌战争问题上 扮演什么角色 第二 所谓的美俄两难 其实是对中国百年历史 中共百年历史的一个 很有趣的归纳和总结 现在的两难 首先是以俄罗斯背靠背 如何维系的两难 以西方 尤其以美国的关系互动 选择取舍之间的两难 第三 在俄乌战争的大四大非问题上 目前被人们视之为是 言行太极 而这个太极一直在 习近平跟德国 跟法国的峰会 也能难得继续在耍 言行太极 已经没有办法满足 国际社会 对一个自识为负责任大国 以及想当大国领袖的期待 习近平跟英法德 没有跟英 跟法国德国领导人的 视讯会议 显示欧洲主要国家 至少欧盟的国家 对中国扮演的角色 还是有期待 第四 伟达的叙述表达比较含蓄 其实也点出了要害和实质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的历史风铃渡口 中国要和谁接办而行 要和谁 搁两好 这样的两难 其实就是一种 当断不断 缓受其乱的取舍 第五 记得中国驻美 美国田大使 崔天凯 在去年12月份的一个讲话中指出 中美关系今后要维持 曲折动荡 中方对此要有充分的准备 他认为中美关系目前所处的历史阶段 还会延续时间 因为美国不会甘心情愿地 接受一个社会制度 意识形态 文化传统乃至种族都很不大同的 很不相同的大国崛起 中国要有清醒的头脑 要应对好中美关系今后的曲折动荡 甚至是坐过山车的强景 崔天凯说 既然斗争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 和战略全局 他提醒 在斗争的过程中 就应该尽一切可能 减少涉及中国利益和全局的代价和影响 原则上 不打无准备之仗 不打无把握之仗 不打赌气仗 不打消耗仗 他特别又强调 人民的每一点利益都来之不易 我们绝不能让任何的掠夺 也绝不能因为我们自己的大义 懈怠和无能 让人民的每一点利益遭受损失 这里面没有谈到党的利益 谈到是人民的利益 这个话有很多的解读 但是我解读 是崔仙凯大使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的一种大胆的建言 第五 破解美俄两难 或者是这一次俄乌战争中中国扮演角色的两难 这里还要重复一句 请记取崔仙凯大使的这句话 人民的每一点利益都来之不易 我们绝不能让任何人的掠夺 也绝不能因为我们的自己的大义 懈怠和无能 使人民的利益遭受损失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比赦有别人的美上